同学们好 我们看第三是讲证券投资基金法 这一讲呢 它是针对的证券投资基金 这样一类金融产品 它和我们上一讲的股票和债券一样 都是一个金融工具 但它和股票债券不同的是 比如说我现在想去炒股 但是呢 我又不懂股票的行情 也没有时间天天看K线图 所以现在我委托一个专业的基金公司 委托它去替我炒股 可是我现在呢 不是说我直接交一万块钱给它 它去替我买股票 而是这个基金公司 它又发行一个金融产品 这个金融产品就叫做证券投资基金 我又通过去买它这个证券投资基金的方式 我把钱给基金公司 委托基金公司 我是信任基金公司的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 那你拿我 我买了你的基金 我把钱给你了 你只能拿这个我的钱干什么呢 你只能去替我去二级市场上 选股票 选债券 这是我们讲的公募基金 好 那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这一类金融产品 证券投资基金法 在考试中地位不高 那特别是呢 19年证券法修改之后 那这两年呢 都没有考单独的考证券投资基金的内容 因为证券法修改的地方比较多 所以说集中呢 同学们还是放在上一讲证券法中 证券投资基金 这一讲呢 我们讲三个内容 第一个呢 是基金按照的募集对象 它的分类分为公募和私募基金两大类 第二呢 是按照基金的运作方式分为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两大类 好 第三个问题就是基金的当事人啊 基金财产的相关问题 我们下面先看第一个问题啊 是按照募集对象的一个分类 分为公募和私募 什么是公募基金呢 公募基金 它是指呢 向不特定对象啊 去募集 或者是说呢 向特定对象 累计超过200人 就是公募 公募基金 它其实相当于是和我们前面的股票的公开发行是差不多的 它也是说到的不特定对象 或者是超过200人都是说到公开发行 对于公募基金来说 它的管理也跟股票差不多 它要去呢 证监会注册 也现在公募基金也好 公开发行股票也好 都是从呢 这个核准制变为了注册制 你符合条件去注册就可以了 因此公募基金 它的管理机构 是向证监会注册 那么公募基金 你比如公募基金 一般盘子都比较大 你比如说 这一支公募基金 一个南方避险基金 它现在呢 整个的基金募集规模是100个亿 那现在它通过发行基金券 然后现在从市场上 然后我呢 掏钱买了这个基金券 那间接的我就把钱 进入到基金公司的这个账上 那基金公司拿了我的这个钱干什么呢 它必须是有一个投资 限定的投资用途 那就是公募基金 现在基金公司拿到的 募基到的财产 它的投资用途 限于是购买上市交易的股票和债券 也就是我为什么买你这一支 华夏基金 南方避险基金 那是我相信你这个基金公司 华夏基金公司 我信任你这个明星的基金管理团队 那现在我把我通过买你的基金 买了1万块钱基金券 现在这个钱间接的 到了这个华夏基金管理人的手上 那我为什么要买你这基金呢 我是相信你的专业知识 你的专业知识在哪呢 就是去选股票选债券 所以说基金公司拿到的 这个公募基金的这一块财产的话 只能是替投资者去二级市场中 去选股票选债券 所谓购买上市交易 那就是说这个股票 你比如说茅台呀 中石油呀 这都是在上市交易的股票 你只能是替我去选这个股票和债券 所以基金它是一个信任关系 也就是我们讲的 我信任你的专业知识 我才愿意买你发现的基金券 那你拿我的钱 你只能是替我去用你的专业知识 去进行操作 好 这是针对公募基金 那么同学们知道 公募基金募集的基金投资用途 限于是上市交易的 就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的 这些股票债券 那么它有一个禁止投资的领域 就不需要去记了 因为我们记住它只能干什么 那个不能干的 你就不用去管它了 它很多都不能干 我们牢牢记住 只可以干去买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 你像不能担保 不能去买卖其他基金份额 好 不能够呢 向他人承担无限责任 那就不用去记了 只记可以干什么 好 那下面呢 大家看一下公募基金的 这个基金管理人 公募基金的管理人 主要就是基金公司 就刚才讲的华夏基金公司呀 这些南方基金公司 好 另外就主要是基金公司 或者是其他机构 在这儿呢 注意第三个小点 是指导公募基金的管理人 跟从业人员不得从事的行为 好 这个问题大家画一个重点 这儿呢 有一个禁止性的规定 我们说到像这种 非常强调监管的证券法 证券投资基金法 它既然强调监管 所以这儿呢 各种不得干的事情 需要呢 大家要记一下 好 这儿不能干什么呢 第一 不能将自己的财产 混同于基金财产 你比如说 华夏基金公司 本身它也是一个独立的法人 它有自己的固有财产 而现在呢 它发行了这一支基金券 募结了100个亿 这100个亿呢 其实不是华夏公司的 自由的财产 而是呢 是这个基民投资的钱 那基民投资的钱 就叫基金财产 炒股的是股民啊 买基金券的 我们简称为是基民 那就是在这儿 华夏公司 自己的固有财产 你不能混同 你保管呢 发行这是基金 募结的财产 好 这是第一 它其实强调的是 基金的独立性 基金财产的独立性 那么第二呢 不能够不公平的 对待不同的基金财产 也就是这一个公司 发行了若干基金 那现在呢 对每一个基金 那都是分别管理 分别记账 好 下面 第三呢 不能够是利用 职务之变 为了基金份额 持有人以外的人 摸取利益 你拿到我募集的钱 你应该呢 是要 因为我信任你 才把钱给你 那你只能是 为我的利益服务 好 下面 第二 第四呢 不能违规 去承诺收益损失 这个和炒股是一样的 股票 基金 都是属于金融产品 那都是呢 有非常大的风险的 好 另外 禁止泄露商业信息 禁止呢 是挪用玩忽职守 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 所以 对于公募基金来说 大家 我们总结一下 掌握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 什么是公募基金 好 不特定对象 或者是特定对象 超过200人 第二 公募基金的管理 是由证监会注册 第三 掌握呢 公募基金的募集到的钱 只能够用于呢 基金公司 只能再去选股票和债券 而且是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 好 第四个问题 要掌握的就是 禁止性的一些行为 禁止不公平对待 禁止呢 将固有财产 和基金募集的财产相混同 好 这是针对 第一大类是公募 下面第二大类是私募 那么私募基金 它就不是向不特定的投资者 它只能是向谁呢 向合格投资者募集 而且累计不能超过200人的这种基金 你比如说像有一些文化产业基金 那现在这个只有谁才可以投这个基金呢 只能是跟文化产业的 比如说中国电影出版公司 或者是新华书店 像这些文化产业的人 才有这个资格可以投这个私募基金 所以说它是强调的是 投资者身份就有限制 公募基金的投资者身份没有限制 我愿意买我就可以买 但是呢 私募基金对投资者要求是合格投资者 好 另外呢 是累计不超过200人 好 对于私募基金 强调的是 不能向合格投资者之外的人募集 并且不能够向特定的人 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荐 你如果通过做广告 向不特定的对象宣传推荐 那就变成了公募了 所以私募只能是 第一 基金的投资的项目是有限制的 第二呢 是投资者有限制 不是向任何人发行的这样的一种基金 对于私募基金它的管理的话 私募基金的管理请同学们注意 它是向了基金行业协会去备案 而刚才讲的公募基金 和公开发行的股票是向证监会注册 私募基金的话就无需向证监会 它更加专业 是向了基金行业协会去备案 另外 注意私募基金 那么募集的钱的投资用途 你比如说我们讲到的是大芯片基金 或者刚才讲文化产业基金 那你现在募集了10个亿 20个亿的钱 这个钱你是用于特定的 是用于特定的这个用途 所以对于私募基金来说 它的这个资金的投资用途 跟公募基金不一样 公募基金那么募集到的钱 是用于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 你想中石油是上市公司 茅台是上市公司 腾讯是上市公司 那你公募基金募集的这个钱 可以去选茅台的股票 可以去选这个腾讯的股票 但是私募基金在这儿呢 它的投资用途 包括买卖公开发行的股票债券 也包括去买卖其他公司发行的基金份额 上市交易和公开发行 它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那么公开你像上市交易 像是我们讲到的 就是上交所 深交所 北交所是上市交易 那公开发行的可能还包括呢 一些没有上市交易 但是呢现在是在新三板 是在呢挂牌的这样的一些股票债券 好 所以私募基金的投资用途 它只要是公开发行的就可以 另外呢也包括是基金份额 但是呢它实在是有特定的这个投资方向的 好 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分类 是按照投资对象分为公募和私募 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分类 第二个分类呢是依据基金的运作方式 可以分为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 在这儿呢 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 那么基本上呢它都是属于公募啊 公募这种形式 它只是现在是按照呢运作方式的不同 加以分类 它不是按照呢是对象 对于封闭式基金 它是指的第一在这个合同期限内 基金的总额是固定的 而且呢你投资者不可赎回 不能够赎回 什么叫做赎回 那就是我买了一万份基金份额 我现在花了一万块钱 我现在呢要把这个基金我不要了 你呢基金公司拿回去你把我的那个一万块钱 或者是说随行就是 因为基金它呢也是随着市场会要波动的 你比如说我现在一看我这个基金挣了钱 已经挣到了一万零五百块钱 那现在我就可以赎回 那我就挣到钱了嘛 但是呢封闭式基金 你只要是在那个合同期限内 你是不能够随便的是申请赎回的 而对应的开放式基金 看这个名称就知道 它这的运作方式是开放的 所谓开放是指的 在合同的期限之内 你可以呢随时进行申购 申购就是我掏现金去买 你也可以随时赎回 赎回就是啊 我不要你这个基金了 你把钱给我 它的总额是不固定的 所以在这封闭式 就是你在合同期限内 一下子就固定一年两年 但是你不能赎回 但是呢开放式是可以随时赎回 下面我们看一下 封闭式基金的基金构成 封闭式的基金 那么它包含哪些种类 这个是没有限定的 没有限制 可是呢 现在如果是开放式基金 因为开放式基金的话 它也是涉及到呢 是可以自由的 自由的进行交易 那我现在随时 我都可以进行这个赎回的话 那赎回是用什么呢 我把我的基金赎回来 那就是你基金公司 是要给我现金的 对吧 我把我用10500块钱 现在呢 这个基金份额是1万 我现在不要这个份额了 你把钱给我 所以开放式基金 因为呢随时是可以申购 随时赎回 所以开放式基金中 要求这个基金的构成 中间必须呢 有这个现金 还包括是政府债券 那么有现金和政府债券 其实就意味着 它可以随时进行变现 政府债券这一块呢 它的风险是比较小的 它就不像那个股票 风险比较大 政府因为债券嘛 而且又是政府的债券 那就是到期呢 都可以还本付息 所以开放式基金 要有足够的现金 和政府债券 那么目的就是 随时这个基金份额的持有人 就是我们讲的炒基金的基民 他可以随时赎回 好 这是针对呢 基金构成这一块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基金 它是如何叫做 是募集到位 如果呢 是封闭式基金的话 封闭式基金的话呢 那现在只要呢 募集的基金 达到的注册规模 80%以上的话 那现在呢 就可以啊 就算是募集成功了 好 事项呢 是这个 向去进行备案 而对于这个开放式基金 开放式基金的话呢 只要是到期 到了准与最低份额的话 那现在呢 可以办点基金的这个备案 就是募集成功 所以在这呢 我们通过这个表的话 就对应长看一下 我们讲义中间的 这两类 按照基金运作方式不同啊 一个是封闭 一个是开放 开放就意味着 可以随时去买 可以随时卖 封闭的话呢 就意味着 你呢 在一个固定的期限之内 你不能够呢 直接把这个基金赎回来 好 这是我们讲的 封闭式和开放式基金 这个呢 基本 它这是按照运作方式 封闭式和开放式基金 我们国家呢 基本上也都是针对公募 公募这一块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了解一下基金当事人和基金财产 基金当事人呢 无外乎就是这么三大类 第一大类呢 是基金份额持有人 我们买基金 我们就叫做基金份额持有人 我们买股票 我们就叫做股民 所以一般呢 又把基金份额持有人 叫做基民 好 第二大类呢 是基金管理人 这儿的基金管理人 比如说华夏基金公司 发行了一支基金 那这支基金呢 它募集要十个亿 那现在呢 这个华夏基金公司 就是我们叫的基金管理人 它是发行一支基金 并且对基金进行了运用和管理 运作管理的机构 第三类人呢 是基金托管人 那现在募集这个基金的资产 募集了十个亿 这个钱的话 要呢 放到商业银行 所以说基金托管人 是指到商业银行 或者其他金融机构 这儿有一个要求 就是华夏基金 它是发行基金的 发行这一支基金 那现在收回来的钱呢 是要在商业银行去托管 所以这儿有一个要求 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 不能够是同一人 不能你又发行基金 你是基金的发行人 钱收回来之后 你在自己的账户上又去管 这样的话就达不到 监管的一个要求 所以基金当事人 就是第一是发行基金的 是基金公司 第二呢 是管理钱的是基金托管人 第三就是我们讲到的 基金的份额持有人 那在基金当事人中间 我们简要的了解一下 是讲义中的第三个问题 是指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就相当于是股东大会 了解一下 它的这个表决的一个问题 对于一般的事项 二分之一 一般事项就不需要掌握了 那么现在呢 需要记一下这个特殊的事项 这儿的特殊事项 是指到转换基金的运作方式 所谓转换运作方式 封闭式基金 转化为开放式 开放式的转化为封闭式基金 好 这是说到转换基金的运作方式 第二呢 更换管理人 托管人 或者呢 是跟其他基金合并 那这些情况 它需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表决权的 这个持有人通过 好 注意记一下特殊事项 另外呢 就是我们针对不同的基金类型 你像公募的话 那么这儿呢 基民可以查阅和复制 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资料 它也是需要发年报和中报的 那么对于公募基金 约等于就是公开发行的股票 你可以去查它的会计 查它的公开披露的资料 如果是私募的话 它只能呢 是涉及到自身利益 可以查阅基金的财务会计账簿 公募基金的持有人 你是没办法看账簿的 只能说呢 是这个基金披露的什么信息 你就去看什么信息 它就相当于股份公司的股东 不能够直接去查 公司的会计账簿 好 公募基金性质一样 而私募基金非公开募集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 一般呢 它大量的是采用 有限合伙企业这种形式 我们在学有限合伙企业中 大家也知道 有限合伙人 基于自身的利益 可以查阅的财务会计账簿 所以在这儿 其实就约等于啊 这个私募基金的 这个有限合伙人这一块 它可以呢 是查阅会计账簿 但是要求呢 是基于自身的利益状况 好 这是当事人 基金财产 简要了解一句话 基金财产具有独立性 那么独立于谁呢 什么是基金财产 比如说 这个华夏基金 发行的一支基金 这支基金呢 是筹集的资金 是100个亿 那这个100个亿 就是基金财产 而华夏公司 自己呢 还有自己的雇有财产 这个基金财产和雇有财产 是分开管理的 我们刚才讲到 禁止混同 混同那个就是违反了 他的董建高的义务 那么基金财产 是你筹集来的钱 和呢 华夏公司的固有财产 是不能够混淆 是要分开管理 另外呢 可能 华夏公司 要发行好几支基金 好 那这几支基金呢 也是分开管理 他们之间的债权债网 不能够是相互抵消 如果呢 这个华夏公司呀 或者那个基金托管人 比如说工商银行 现在破产了 那这个基金财产 是你管理的基民的钱 不能够作为华夏基金人 或者是那个工商银行的 破产财产 总而言之 就是讲的 基金财产 跟这个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的固有财产 是相分离 一个基金公司 名下的若干支基金 募集到的钱 它是各管各的 是也是相分离 好 就讲一个独立性 那么对于证券投资基金法呢 我建议同学嘛 就是以我们这个讲义中的内容 为准就可以了 因为呢 这个第一 过于专业 第二呢 主要是在考试中间 它的地位比较低 特别是19年之后呢 基本就没有设计 所以就把我们讲到的公募基金 私募基金 公开发行方式 公开运行方式 还有呢 就是封闭式的基金 把这个了解一下 比较简单的记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一讲的内容就到这里 明天可能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